外援搭配双合,猛狮网季占优 浙江猛狮新赛季战绩为二胜一赴,表现欠缺稳定性 虽然战胜了上海大鲨鱼和深圳领航者 但是这两个对手的实力对球队来说不能算是考验 面对广东华南虎,猛狮便打回原形吞下失力 再流失了苏若宇和刘征,对猛狮而言是一个打击 目前轮换阵容中的记着,朱俊龙和李金孝等年轻球员都未成气候 还需时间锻炼 不过猛狮一传来了好消息,外援拉杜利查已经完成注册 并且可以披挂上阵 周日与深圳领航者一站中 塞尔维亚中风出站20分钟便可斩获了24分 5个篮板和两次封组,效率极高 拉杜利查的存在将棘大地考验浙江金牛 毕竟金牛目前还是要继续以全华班作战 另外,胡金秋也是猛狮的一个优势点 金牛无论是刘泽义还是张大宇 在身高和速度方面都有些少吃亏 猛狮和金牛历史上一共交手35次 前者21胜14辅占据上风 尽管金牛早已今非昔比 但猛狮数据上的优势还是可以给予到球员一定的信心 全华班错经月,金牛展露锋芒 上一仗对阵四川蓝金,吴钱轮休 主帅刘维伟表面上说他在前三场比赛中太过拼搏需要休息 但实质上,刘维伟就是要保留吴钱的体能来应对于猛狮的这一场浙江打比 比赛都还未开始,刘维伟和李春江两位主帅便开始斗智斗勇了 相比于猛狮,金牛阵中的星位略显不足 前者拥有孙明辉和胡金秋两位球星 二人目前的表现都可以算是各自位置的联盟前五 甚至第三 而后者虽然只有吴钱一位球星 但是球队打出来给人一种百花齐放的感觉 王毅博,陆文博,陈帅鹏和刘泽义虽然名气不大 但个个敢打敢拼,球队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依然不落下风 赛季第二场轻取北京压的比赛中 吴钱被限制之下,其他队友都能够充当得分者的角色 本场比赛吴钱与孙明辉的队位看点十足 二人是中国篮坛的新生代力量 从风格上来看,孙明辉属于杀伤型后卫 他的首选进攻方式是突入禁区 将对手防线拉扯开制造得分机会 吴钱则更倾向于灵巧形后卫 只要过了半场,都是吴钱的投射范围 他在跑动中突射冷箭,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这将双雄义正卷起一场青春风暴,令人充满期待 感谢收听安波篮球快讯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